大家好 今天是2月5日星期一 講講最近資金流方面的時期之中 這一兩天大市的成交今天稍微上升 不過來近這個星期估計成交應該會萎縮 因為是過年了 第二件事 北水流入流出的情況 這裡看到最近這幾段時間北水流出的比較多 因此市表現比較會差 大市成交亦一樣 除了這個月2日升多了一點之後 然後看看這個所有的 整個淨股流出的若名生物流入 南方之類的鐵塔流入多一點 包括這個星期 這兩個是若名等等 都會受到牽連影響 因為美國佬又說制裁它 這個就很一定的了 美國佬一定不會制裁這個 遲早就走不掉了這些 這些若名是遲早走不掉的 再跟著就是這個騰訊 就是有些流出 這些東西都是流入流出的 到中心國就今天又升了 那又怎麼看呢 那再跟著我們看看這裡 最主要留意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 就是咖啡色這條線 就在過往20天的時鐘 我知道北水一直流出著 然後再跟著恒生指數 也變了一直流出 都跌下來 沒有多好談 那再其次呢 我們看回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整體的大事板塊 騰訊是被沽的 若名生物 對不起 今天還升了一點點 不過呢 因為說 又說這個什麼 暫時這個 浪住了 他們還沒有討論過 現在反彈一點 唉 變得需要什麼呢 美國佬一定把壓力了 不用想了 好 再其次我們看回恒子這方面 在這方面 因為今天有距離 如果保利家通道中族 低軟一點點 真的不好了 那另外一件事 今天的成交應該會多些 因為半天已經去到這裡 所以應該要 今天整天應該會高過昨天那裡 能夠高的昨天呢 就有個好處 若然高過昨天的話 就代表什麼呢 一定已經升破了五天的成交移動平均線 這個是一個好的現象 就像這裡那樣 升破了之後 慢慢就可以見面了 好 那這個 這個 說回那個 這個 說回這個 這個 如果它要升破 就OK 升破 還要繼續沉底 那看看 整體方面 那個板塊方面 就只剩下很少的 上升的板塊 上升板塊 上升板塊 我們是零售的 又是很小的 以前上了 天然氣 今天 就是三桶有什麼 都很好的 那 我們再繼續看回 零售方面 除了中國中緣 比較健碩 其他都很小的 能源股方面 我們看回 中國石油有升 中國石油這裡 這個 海洋塊也有升 石油化工也有升 所以這些 基本上都是比較上面 是升的 因為 帶動到這個板塊能的升 是因為有一個叫做華油能源 升了19% 其他這些 就是再繼續升 超過1%的話 就帶動其他升了 家庭及個人護理產品方面 就是因為有這個東西 一升升了27% 這個又升了7% 這個又升了6% 不過全部都是豪子股 先市股來的 因此帶動到整體的上升 明優產品方面 就升了1% 這些可以去留意一下 接著就有其他方面 其他方面 就是很多基金來的 最主要是它入流 因為它不跌 再其次下去了 其他銀行股方面 今天的銀行股 是比較好的 無論是公行 交通 油柱行 全部都做好 在這裏建設銀行 就沒有升沒有跌 我會它有這樣的 很少強的 解釋 我們要花一點 有些鑼